WELL 印度即將登場一隻新的皮卡丘 叫做印度莎莉皮卡丘 是為了慶祝光明節 也可以說是燈光節 這次活動呢是在印度喔 11月1號早上10點到11月4號晚上8點 這期間呢都可以捕捉到印度限定地區的 印度莎莉皮卡丘 在一星團體戰以及田野任務調查 有機會遇見這一隻莎莉的皮卡丘喔 而這段期間的主題活動獎勵 有在每2小時火箭隊熱氣球都會出場 而且也有很多火箭隊的補給戰出現喔 在這段期間的主題活動 以及使用薰箱會有3小時喔 但是呢沒有散布小薰箱 不包含散布小薰箱 捕捉寶可夢嘛插P兩倍 新城也會兩倍 那在主題活動的部分呢 他們現場也會有辦一些活動啦 就在印度的班加羅爾的城市 的鳳凰商業城購中心 如果到那邊呢可以參加活動 也可以捕捉到在一星團體戰的 沙莉皮卡丘 有機會捕捉到色違的 另外當你使用薰箱 你可以薰到阿羅拉的小拳石 喜萃的霹靂電球 熔岩蟲 電銀蟲 甜甜銀 竹光靈 還有碎碎菇 以及光斗仔 但是光斗仔沒有色違喔 剛才以上的都可以 熏出到色違的寶可夢 在一星團體戰呢 除了有沙莉皮卡丘之外呢 還有喜萃的霹靂電球 東東鼠 還有碎碎菇喔 有機會捕捉到色違的 在這次活動主題的獎勵呢 你可以捕捉到沙莉皮卡丘 碎碎菇 還有光斗仔